那这个例子是在算两班混合 平均混合标准差 那这个混合的东西呢 我们就需要知道种全部的结构 例如在算 其实以前国小就算过混合平均 混合平均 其实这个形式还蛮熟悉的 就是说混合平均就会等于什么呢 对等于每个人的总 甲班的每个人的总分 再加上乙班的每个人的总分 再除以50 这边就等于加乙的混合平均 那透过一些 其实你这边是2比3 透过一个比较快的计算的话 我们会知道 它其实会靠是76 但是我的概念上都是说 对你这70这里是84 那这里是 因为你这里是3 人实际上比较多 所以它平均就会比较少 就杠杆圆里那种感觉 是76 好 那我们现在要算混合 混合标准差 那混合标准差的话呢 就是混合标准差怎么来计算呢 对 对 对 我们就是要去抓出来 抓出来那个 就是说 我们知道标准差 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加上平均的平方 对 然后呢 标准差的平方加平均的平方 会等于每个平方的平均 对 就是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式子来处理 因为我们没有细部资料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式子 OK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n还是一样嘛 n还是50 对 n还是50 但是我们现在要算这里面 的平方盒 这里面它是什么呢 是包含甲斑 包含乙斑 所以甲斑的平方盒就是什么呢 甲斑平方盒除以20 会等于这个 所以甲斑的平方盒就是20乘上 对 乘上70的平方 跟这个5的平方 这是甲斑的平方盒 乙斑的平方盒就是30乘上 对 80的平方 加上6的平方 这是那个乙斑的平方盒 这个除以n 就会等于什么呢 标准差的平方 这是我们要算的 再加上那个平均的平方 加76平方 所以我的标准 混合标准差 就会等于这一长串 嗯 减掉76平方 那这计算就比较反了 我们就计算计算 20乘上 对 70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30乘上 80的平方 再加上6的平方 OK 再除以50 再减掉76的平方 如果刚刚计算机没按错的话 对 它就是55.6 OK 55.6 但是你要去重新看这个设置箱 有时候还蛮漂亮的 你看到它这里都有20 30的50 20 30的50 只是把这里的70 换成这个 这是 这是个个 个别的平均 这种 你可以去抓一下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原本的总和 叫平方的总和 透过这样子 来算好 所以50也可以拿过来 其实整个式子都蛮 蛮对称的 其实就是这个式子 一直在处理一下 那所以 这可以 又可以让我们对这式子 我觉得它更美